习近平正是他自己所咒骂的罪人 谁属典望祖 习近平 邓、江、胡三代留下的任期制被他篡改 他父亲生前积极支持的《炎黄春秋》杂志被他取缔 人民传承千年的除夕被他取消 中国经典讲究名贵军卿 他实行个人独裁 致社会发展和人民扶持于不顾 这些是不是属典望祖 谁背叛祖国 习近平 什么是祖国 人民、文化、资源而已 舍此没有祖国 他残害人民 毁灭文化 以水到上山 退田还耕 破坏自然环境 残酷压榨人民 把国民财富天亮地送给外国 这是不是背叛祖国 谁分裂国家 习近平 一个国家两个区域实行不同的制度 要走向统一 就必须在制度上有交集 现在台湾实行通行世界的民主制 大陆人民也盼望民主制 唯有习近平及其帮凶从中作梗 帝制自为 致使两岸统一迟迟不能实现 反而倒行逆施 常常以武力威胁台湾人民 这让台湾人民更加离心离德 分裂国家者非习近平而谁 习近平就是蜀典望祖 背叛祖国 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 十四亿人民 人人得而诸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